普通人学习一门技术,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却没有多大的进步。 而厉害的人学习一门技术,则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成长,很快就能成为某个领域的高手。 作家石铁生讲过一句话,人与人之间的区别,大于人与猪之间的区别。 那么我们再如何才能快速成为某一领域的高手呢? 高手的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技巧和秘诀呢? 本期视频就和你聊聊成为某手的方法。 注意,本期内容很可能会改变你的后半生,建议点赞收藏,有时间多看几遍。 在进入正题之前,请先思考一个脑筋急转弯。 试问把大象放进冰箱,需要几步? 答案你很可能听说过,是需要三步。 第一步,打开冰箱的门。 第二步,把大象放进去。 第三步,把门关上。 这个脑筋急转弯虽然简单粗暴,但是却揭示了一个人类做事的底层规律。 那就是,无论做什么事,都要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来做,而且一次只能做一件事。 所以如果你想要成为高手,不能急于求成,必须遵循一定的步骤,一步一步成长起来。 接下来,我们就来聊一聊成为高手所需要的四个步骤。 这四个步骤循序渐进,缺一步合。 第一步,模仿。 要想成为一个高手,首先要做的事情,就是模仿高手。 很多人自己研究创业,最后赔得血本无归。 反而是在背后偷偷模仿成功者的人,赚得盆满钵满。 为什么呢? 因为模仿才是迅速成长的捷径。 我的同事小李曾给我讲过一个他高考逆袭的故事。 小李上高中的前两年都没有好好学习,但是又想迅速提高成绩参加高考。 这时候,从头学已经来不及了,于是他就开始模仿班级里学习成绩最好的同学。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,他成了对方的根皮处。 模仿对方记笔记的方式,预习的方法,做题的技巧,甚至连作息时间他都跟着模仿。 一年之后,对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,小李也考上了一所不错的理工大学。 很多时候模仿是迅速提高成绩和快速成长的结界。 在创业阶段,模仿和学习同行也是必经之路。 牛顿曾经说过,我之所以比别人看得更远,是因为我站在巨人肩膀上。 马克思也是在受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启发后,才诞生了自己的唯物辩证法思想。 模仿是创新的起点,想要成为高手,必须先模仿高手,然后才能超越的。 第二步,重修基本功。 模仿完高手,下一步就是直接成为高手吗? 当然不是,你要回过头,去练习基本功。 有句话说,别用你的业余爱好,去挑战别人的饭碗。 想想看,职业高手与业余高手最根本的区别是什么呢? 答案就是基本功。 所谓的基本功,就是组成你这个技能的一个个最小的单元。 比如篮球运动中的运球,传球,投篮,上篮,扣篮,试探部,三威胁等等。 篮球这个运动,其实就是这些小单元的集合体。 除了体育运动,学习其他技能也是类似的道理。 比如说,写作这项技能里的最小单元是什么呢? 是修词手法,词汇量,连接词的使用等等。 所谓的高手,正是从这些小小的基本单元,一点一点修炼成的。 那么,为什么基本功那么重要呢? 因为第一步的模仿,只能让你快速入门一种技术。 即使你通过模仿已经小有成就,这些成就也只是直老虎而已,经不起考验。 模仿而得的能力,缺乏系统性。 一旦问题出现变化,你就无法应对了。 比如说,你是一名摄影师,通过模仿,你学会了在室内拍摄的时候,该如何调节曝光、色温、快门等参数。 然而如果换一个环境,房屋的光线变得昏暗,或者灯光的颜色变得发黄,你又该如何调节摄像机的参数? 如果你没有经过系统性的学习,一个简单的变化就让你难以招架。 因此,如果想要成为真正的高手,做到一不变应万变,你必须把基本功系统性的学一遍。 第三步,积累套路与模式。 基本功熟练了之后,你已经有了成为高手的资格,接下来要做的是积累套路与模式。 那么什么是套路与模式呢? 所谓的模式,就是可以解决同一类问题的通用规律和方法。 大家都看过武侠小说吧,在武侠小说中,无论是独孤九剑还是降龙十八掌,都有各自的招式。 这些招式,就是为了打败对手而设计的通用的规律和方法,这就是套路与模式。 在生活与工作中,无论是哪方面的技巧都有着各自的模式。 以打篮球为例,科比的后仰跳投,哈登的后射步,姚明的勾手等等,都属于在投篮时,防止被盖帽的模式。 写作也有固定的套路与模式。 假如你想要写好一个故事,可以用S-Secure模型。 先讲述故事的背景,再描写人物的冲突,接着引发出一个问题,最后来解决问题。 编程也有特定的模式,比如数据结构,设计模式等等。 因此,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代武林高手,就得把这些武功、招式修炼到极致。 当你积累了足够多的模式之后,在你的专业领域里,无论遇到什么问题,你都可以游刃有余地解决掉。 那么,当你精通套路和模式之后,可以成为高手了吗? 还不能。 虽然此时此刻你已经超过绝大多数普通人,但是离真正的高手还有一不之遥,那就是第四步,杀手锏。 这个时代,最不缺的就是牛人,有的人刚开始做自媒体,几个月的时间粉丝就突破百万了,有的人在上市公司一年内连升三级。 有的人,刚毕业就创业,很快就跃入十万。 我们也经常会有这样的困惑,就是那个人明明和我们一样没有好的出身,也没有读过名校,但就是忽然牛了起来,而且越来越牛。 为什么他们的成长速度如此之快呢? 正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杀手锏。 所谓的杀手锏,就是独属于自己的技巧与套路,也是一个人之所以能称之为高手的根本所在。 文艺复兴三节之一的拉斐尔,画画的时候就有着属于自己的杀手锏,那就是暗箱。 所谓的暗箱就是我们小时候学习过的小孔丞相。 有些大师作画的时候,会用暗箱投在纸面上,按照印记勾出素描稿,然后上色和涂抹,就像现在的儿童画本秘密花园一样。 每个高手都有属于自己的暗箱。 假如你向一个高手请教,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? 他大概率不会把自己真正的杀手锏告诉你,而是拿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大道理来敷衍你。 所以,想要成为真正的高手,你需要在自己已经学会的套路与模式上搞创新,探索出只适合自己的心法秘诀。 就好像是歌手一样,想要成名,单单学会那些通用的歌唱技巧是不够的,还必须要在声音上有属于自己的特色才可以。 总之,想要成为某个领域的高手,你不仅要有目标,抓住适当的机会,还要懂策略。 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告诫我们,天下难事必作于义,天下大事必作于习。 只要你遵循上述四个步骤,从细节处入手,相信下一个高手就是。